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美门官方频道 功夫主厨到你家这个单元 我们再度邀请我们的学霸主厨 徐印豪师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这一集为大家介绍的菜色叫做青草西兰花 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青花其实在蔬果食材里面 它的蛋白质的成分其实算是最高的 那很多瘦身或者是要健身的朋友们 他们很强调就是高蛋白低淀粉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还需要再准备哪些食材 主要是这个青花 青花 那还有这个马铃薯 还有跟红萝卜 那我们先切马铃薯好了 那首先我们先取出它的这个宽度出来 好 这个宽度出来之后我们取它的长度 所以我们取适当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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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度 其实如果以3到4人份来讲的话 是大概半颗马铃薯就可以了 好 对 那红萝卜一样我们先削皮 好 我们先取它的宽度 不管是切成细钉啊或是切成片啊 都是希望它能够薄薄的一片一口的大小 好 那长度也好之后 那这个青花呢有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切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花跟梗我们是分开处理的 是 这个花的这个长度呢 我们大概其实3公分就可以了 它刚好是我们入口比较好入口的这个大小 那这个花朵的大小呢 入口最好咀嚼跟最好去这个绝化的这个大小 对 这个梗比较粗的就是它这个最尾端的这一片 一般人它处理青花 它梗的部分会去皮 那这里我们不去皮 因为其实皮它经过熬煮其实也蛮容易 就是煮到透 那我们可能一样是一切四 一切四之后一样切薄片 就跟刚才在切马铃薯跟红萝卜一样切薄片 对 那其实姜丝在这道菜的目的主要是它是体味多一个层次感 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到时候如果想要知道详细的食谱 我们都会放在我们资讯栏里面 到时候都可以好好仔细看一下 回去操作演练一番 那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基本上我们在上炉灶的时候 食材有它的这个先后顺序 一般来讲我们根筋类会先下 因为根筋类它比较难煮到透 我们先热油 油热之后我们会先下红萝卜 基本上我们红萝卜会炒到基本上它会有点橘黄色 那接下来我们会下姜丝 对 那姜丝炒出香味之后我们接着就可以下马铃薯 好 小小葡萝卜 好 马铃薯要炒到什么程度呢 基本上就是马铃薯你炒到它表面有点微黄 就可以了 对 我们基本上也会闻到马铃薯的这个香味 香味 那马铃薯炒香之后我们最后是下青花 好 那炒到一个程度之后 好我们就可以加水开锅焖 那我们水要加多少 水就加到大概食材的大概三分之一的高度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水就是盐锅边下 好 好 把锅盖盖起来 滚了之后就可以准小火 好 你说用到小火还要在焖多久大概 以青花来讲大概五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会打开锅盖看一下 青花是不是真的已经透了 是 好 都闻到那个鲜味了 而且没有那种香味 好 那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 加盐巴调味 那这道料理其实很单纯 就是盐巴就好了 好 那以这个比例来讲 这个盐巴大概一茶匙左右 就可以 好 然后拌匀 拌匀 拌匀之后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这样这道菜就完成了 如果您希望它吃起来的感觉能多了一点西餐的味道的话 可以加点这个 好 义式香料粉 那有时候我们在配色上 如果你要再让它更鲜艳一点的话 我会加一点这个 比较鲜红的像这个是红田椒的这个 红田椒木 那这样子这道菜 完成 来给大家看一下 清炒西洋花 都吃得到花椰菜 马铃薯 红萝卜的鲜味 谢谢你今天收看工夫主厨到你家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非常好的素食的美味 最后一尾声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开启分享小铃铛我们没门的官方频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